HELLO 了世紀 天影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瑪麗人對上緬甸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黃色是選擇了瑪麗人 瑪麗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飄悍精神 可以讓自己的起屏攻擊力到達非常高 肉馬可以變成7加7 14共傷害 這個精冠科技有4加5 所以他的駱駝也可以變成7加7 兩邊都是14共的傷害 重裝騎士則是到19共 傷害是非常的誇張的 瑪麗人除此之外還可以打飛刀努力的獵手 他的寶兵單位 瑪麗人他的經濟加成主要是打這個黃金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黃金兵種 因為他的黃金挖礦速度有加成 而且黃金挖掘的速度會比較 挖得更久一點 我們俗稱的深層金礦 瑪麗的村民挖黃金的時候 攜帶量也會再更多一點 總體而言瑪麗算是一個比較偏後期的能力 但是他這個挖金礦的效果有做改版的關係 所以現在瑪麗人不管 封建要打工兵、城堡打騎兵 問題都是不大的 而且優勢都是非常有的 不像以前 一定要撐到帝龍時代 才有可能翻盤的機會 那我們來看一下緬甸人 緬甸人的話最大的特色 是他這個伐木科技是免費的 緬甸人除此之外 護兵每個時代攻擊力都會增加1 到了後期 這個帝龍時代 他的槍兵的傷害會非常非常誇張 我都把他稱為趙雲擊兵 超級痛的那種 搓村民也是搓得非常痛 那麼緬甸人呢 他的工兵性是比較薄弱一點 因為他沒有3級的工兵練甲 即使你出戰毛兵 也很難打贏對方的強奴 這一點玩緬甸人需要特別注意 但是只要點下他的銀罐技術 就可以讓騎兵對工兵增加額外傷害效果 所以後期的緬甸人主要是打一個大肉馬 配飛鏢騎兵還有槍兵的一個主軸作戰策略 是比較適合他一點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右邊是有果子 上方有黃金 下方的部分有他的附金跟石頭 看起來的話還算是沒有到很差 因為他的重要的兩個資源點都在後方 長期來說防鎖會比較稍微輕鬆一點 當然還是需要投資一點這個木牆 稍微拉一下牆才會鎖得更好一點 然後拉到這裡來 哪個地方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地圖的評分大概是 4、50分 我覺得沒有到合格 因為他的這個附金在前面 而且兩個石頭在前方 如果被塔弓控石頭的話 他會非常難受 這兩個地方如果被控下來的話 那目前看起來是不太好 那來看一下瑪莉這邊 瑪莉這邊是果子黃金都在前方 而且前面有個開闊平的 木頭的部分很多也是離的比較偏遠一點 看起來也沒有很好 那石頭跟黃金在後面 那就還可以 有一個附金在後面 這樣就還可以不會太差 看起來也是4、50分 因為問題都是 木頭離的都比較遠 有沒有發現 這裡 木頭離這裡都是有點遠的 然後這兩個地方也是在前面 所以有時候評分的一個重點 主要還是看木頭的分布 畢竟木頭這個算是 遊戲的命脈東西 要好不好守好不好為 這也是問題之一 那這兩邊看起來都是不好為的 那我們看到瑪莉這邊是已經開始往前圍加了 那他這樣完全大圍的話 還是需要非常多的這個資源 但瑪莉人還好 他這個 有稍微經濟加成 應該可以補正這個圍加的劣勢 好 那來看一下民兵 這邊兩隻民兵出門 瑪莉人 每升一個時代 復兵單位遠防也會增加一點 所以待會民兵喔 防禦會變成1加1 好 遠防變成2了 好 那民兵這邊直接一個選擇左邊大圍 然後右邊直接拉到底 OK 這個圍法工想的差不多 因為他也只能這樣子圍 但是這樣子為止會有個壞處喔 是你的這個 我們剛剛說到的嘛 他的墓區只有一片 那如果被插箭塔的話 就會很難受了 好 我們看到這邊兩隻民兵直接互打了起來 這邊刺猴 血量只剩下十四滴血 上方的村民 非常多 單法牧場 好 兩隻民兵走上來 那你這裡不離繼續圍家 好 這邊直接轉工兵 好 這裡是馬力人比較適合的開局喔 因為他挖黃金有這個加成 封建工兵開局 是更適合馬力人洛馬開的 好 看到這邊兩隻民兵直接上前硬尻 但是後方的兩隻洛馬想要追逐 民兵完全打不贏三隻聰明的傷害 直接被解決掉了 這一波民兵騷擾 並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這裡的洛馬想要出去 哇 來不及衝出去 直接被圍死了 OK 緬甸人這邊兩隻洛馬 待會會就出門 但是馬力這邊攻兵也慢慢轉了出來 好 那馬力還好這裡沒有選擇 挖石頭去塔攻對手 不然他這邊被塔的話 緬甸人勢必要插箭塔去防守 都一定要變成對塔的局面 我們先看到緬甸這邊兩邊 都是打一個正常的開局 沒有太特殊的戰術 工兵稍微追逐一下 好 工兵走到了前方 戳掉了一隻肉馬 這個直接點剛好射到了馬力的攻擊路徑 好 馬力這邊還沒有補下兵工場 這邊有點小小失誤 被抓到了一隻村民 好 拉更多村民來打架 這隻肉馬直接往回拉走 好 長兵也過來 好 圍一下 這個圍真的圍太大了 就是圍大的一個缺點 好 這裡明天 最後轉出了毛兵 稍微反打一下 下方金用防止全部圍死 中間這個 OK 有圍 好 左邊也是直接圍起來 圍一個超大放 好 這邊果子凍吃完了 黃金也OK OK 開始挖掘 那農田呢 目前是灑到了十五片田 不是啊 十二片田 想這個農田樹好像有點太少 可以再考慮去挖一點 不然就是直接下這個市集 去做買賣的方式上層老子袋 好 瑪麗這邊服下了一個馬舅 因為這裡有毛兵打了進來 弓兵現在一出來就會被擊火 哇 弓兵一出來就死 死了兩隻了 好 槍兵過來 繼續追 但是毛兵在這 好 那第一時間 緬甸人已經點下了城堡石彈 哇 這樣子差異就很明顯了 看看這個瑪麗的很微大 然後跟緬甸人微小 上的這個資源量完全不同 好 洛瑪過來解一下 OK 這一坨工兵顯得有點尷尬 OK 這裡有黃金挖得有點多 十二人 好 緬甸這邊是賣石頭買肉上去的 所以會比剛剛我們說的買肉上去還要再更快一點 那這個確實賣石頭買上也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但缺點來說就是會傷到一些自己的經濟 不太建議大家這樣子去賣石頭上去 不太建議大家這樣子去賣石頭上去 除非你要打一些特殊的戰術 例如極速上風 然後3TC開農轉 這個飛鏢 好 然後還有這個緬甸的 特殊打法 例如步兵單位往前攻之類的 但緬甸這邊賣石頭其實我是不太覺得OK的 因為賣石頭來說的話 對於緬甸最強大的單位 對一標奇兵來說是需要石頭的 那如果他這邊賣石頭的話 待會要挖石頭或開城鎮中心都會有困難 雖然這個時間點有這個2分半的時代優勢 但他這邊還是要再花160多的石頭 去蓋城鎮中心去挖石頭 但他石頭的剛剛分佈位置 我們剛剛也有講到 並不是非常好 好 這裡花了163塊買了110 要來出來開城鎮中心了 那我猜喔 他應該是會開在右邊這個位置吧 或者是這邊 因為這邊沒有辦法下城鎮中心喔 因為兩邊都是這個高地 好 那目前單位已經到達了瑪莉加利 瑪莉這邊在等待孫時代 看到趙毛兵目前攻兵沒有強 正面應戰 這邊肉麻揮收掉了一隻 好 不然是卡在後面這個位置 好 那石頭的部分 待會也要思考一下 要不要趕快去挖了 好 瑪莉這邊繼續往前 第一次稍微被打了一下 後面戰毛兵傷害有點痛 有點有惡極射了 射程很遠 OK 瑪莉開始轉馬 待會以上城堡時代 雙馬就開始出駱駝 就可以反制緬甸這邊的暴兵喔 但有兩隻槍兵在這裡 要稍微注意一點 如果能射掉槍兵的話 唉唷 剩下一隻槍兵 可以囉 OK 瑪莉轉駱駝 緬甸這邊就會稍微被克制住了 攻兵部分可以玩點下 OK 打破城門了 敢衝進來嗎 好 其實有點猶豫 在這個時間點喔 衝進去是可以考慮喔 緬甸這邊時代路會有點多 好 這邊先補一個二級射 奴兵沒有先升級 緬甸這邊是害怕喔 待會奴兵一升級 還有這邊落頭出來喔 完全會被壓制住 這邊想要保留一點實力喔 好 兩隻肉馬過來偵查一下 如果沒有碰好 送掉了 OK 但是緬甸還是看到了 對方的配兵組成 轉出來的是騎士喔 而不是駱駝 剛剛駱駝按了一下之後 轉成騎士 他可能覺得 轉騎士打戰毛兵喔 所以比較更適合一點 好 那緬甸這邊老頭也有優勢喔 因為緬甸的修道院科技是半價的 不管你要點這個救贖思想 或是神聖思想 還有宗教旁樂喔 這些對於城堡Style 緬甸人比較關鍵的科技喔 都是很便宜的 只要緬甸人轉出自己的修道院 該打也會更好一點 好 這裡是緬甸人喔 在團戰來說很厲害的地方 不只是可以打這個飛鏢奇兵喔 連這個老頭戰也可以快速成型 打這個生頭戰術也OK 好 瑪莉這邊直接3TC開農 進攻並不是非常積極 兩邊都開始在撿聖物囉 好 修道院生女趕快出去撿 右邊這裡也是 好 現在瑪莉專注在撿聖物 好 再看一下聖物附近有沒有 敵人單位喔 再去控聖物的動作 看起來是沒有 那緬甸這邊的上面聖物喔 也還沒有趕快撿 目前只撿了一個而已 好 那兩邊應該就是小打小鬧 不太敢正面決戰 瑪莉這邊看到對方有這麼多的老頭 要考慮要不要去轉一下輕奇兵喔 多升幾隻肉馬出來 去扛一下 不然這邊如果真的打起來的話 對面的老頭優勢喔 會讓他有點 不太能正面硬打 雖然他現在也不是想要開戰 但如果他往前前壓的話 這個肉馬勢力還是要出來 去解一下老頭 好 這邊直接用一隻肉馬解掉了 對方撿生物的意圖 欸 這邊老頭 趕快過去撿 OK 兩邊準備要來 開始大爆冰了吧 還是要生帝王之後呢 OK 果不起來 已經開始潛壓了 好 這時候 瑪莉人終於升了 弱馬的升級 還有一級弓 好 那這個生物慢慢搬回家 但是嘉莉已經開戰了 三個生物在這裡 騎士直接衝進來 無三櫃開門 肉馬要上前應戰 但是數量消減速度非常快速 這邊讓騎士往後繞的關係 所以讓自己的肉馬 處於在一個危險之中 好 清洗兵這邊升級好 攻擊也升了 但是跑速還沒升級好 右邊已經被衝了進來 看起來緬甸這一波騷擾進攻 有打到一些東西 但後方的奴兵數量太多了 啊 後面的騎士傷害很高 暗明內這邊不甘失落 爆了18隻的騎士 這個數量非常誇張 這裡一定是要轉駱駝出來了 後面可能還要再補個馬舊了 現在兵力上明顯上的弱勢 不能再這樣繼續打下去了 好 這五隻肉馬 看要不要往回拉一下 保存一下塑料 去抓一下後方的老頭 好 這邊就是細節 要怎麼做好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好 這邊左邊的騎士 解掉了一些奴兵 但左邊騎士也是損失殆盡 好 這邊再一次著想一次 哇 被卡到位 應該來不及收掉 哇 你今天這邊 這波攻勢打得很好 好 駱駝出量慢慢憋起來 但這邊又再繼續轉騎士 還好 他這邊還有黃金可以挖 後面這裡 好 駱駝直接上前開戰 好 這邊老頭 沒有再招翔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空好 老頭只剩下一隻 但還是有招翔到 好 再打一下 哇 很可惜啊 最後只招到了一隻騎兵單位 大量握陀加上騎士 直接用騎兵單位 反擊了回去 緬甸這兵的攻勢 這邊補了一個工程機制造所 但眼看自己的前方單位 已經損失殆盡 這邊前壓寶石頭也來不及挖起來 正面這一站 是由瑪麗人拿下了勝利 但是緬甸人呢 這邊村民處則是領先了十七村 村民處領先了非常多 好 右邊再開一個城鎮中心 要來確保石頭的獲取 目前看到瑪麗這邊在正前方 下了一個城堡 好 這邊騎士加駱駝 快要拆掉了正面的 工程機制造所 而且這邊瑪麗有四個聖物的優勢 好 這邊騎士再次抓到瑪麗這邊的村民 但這邊不知道是為什麼 像點到了農田 開始打起了農田 OK 看到瑪麗這邊 看到這麼多的騎士 還是在繼續抱駱駝 但這個時間點 緬甸已經要點到了帝王十代了 好 這邊再稍微圍石 讓騎士不敢過來 駱駝十隻往前 對方七隻 然後這邊還有四隻 這邊直接鑽了這個湖畔 到了後方 好 點下帝王十代 緬甸這邊開始補了 護兵的防禦力 等於是要來轉槍兵喔 看到這麼多駱駝 轉槍兵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而且自己的槍兵喔 還有這個攻擊力的加成 目前攻擊力加成4加2攻 所以現在是4加3 但如果再點個2攻的話 就變成4加4了 8攻的這個槍兵 那帝王十代有這個擊兵之貨 攻擊力好像可以到達13攻吧 還14攻的樣子喔 反正就是攻擊力非常高 非常誇張的內容 OK 找雲槍兵 開始登場 說這些騎士效果其實很不錯 哇 這邊騎士損失的數量有點多 對方出的是 不用黃金的槍兵 就出掉這麼多的騎士了 好 右邊補了一個城堡 左邊騎士到處在騷擾當中 瑪莉這邊堅守反擊 上方騎士還是做到了一些事情 OK 瑪莉這邊點下了帝王十代 OK 飛刀女獵手也開始慢慢產生當中 哇 出了這麼多了 哇 出了11隻啊 原地這邊則是轉出了二級龍 還有手推車跟化學 兩邊都是化學地時間補下 好 這邊要轉出巨型頭司機 瑪莉這邊城堡補得蠻多的 都補在家裡 這邊看起來是有打算要來爆兵 爆這個飛刀女獵手 通常看到瑪莉升步兵裝甲 然後沒有再轉軍營的話 通常就是打這個飛刀女獵手 雖然瑪莉的步兵也能打 但是她的缺點就是遠防高 近戰傷害低喔 她的劍兵勇士 遇到緬甸這個文明 本身不太需要用到步兵單位 用大量的駱駝 或者是飛刀女獵手 感覺都是能正面影壓過去的 因為緬甸的步兵單位 這個槍兵 是打不贏飛刀女獵手的 飛刀女獵手的話 基本上 只要數量夠多 也有可能可以打得贏飛鏢騎兵 只要不要聚在一起的話 是有機會打得贏飛鏢騎兵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瑪莉要怎麼做個搭配囉 瑪莉這邊轉出了火炮 開始拆除正面的城堡喔 緬甸這邊補下了安息人戰術 有安息人戰術之後 遠防也會再增加一息喔 而且對槍兵的傷害 還會再多增加四攻 這也是增強飛鏢騎兵的一個辦法 直接讓她增加二點遠防 正面兩台巨型頭司機 想要架起來 但火炮都出來了 火炮一出來 這兩個巨型頭司機 可能要小心一點 瑪莉這時候點下了 飛刀女獵手的精銳升級 這邊想要直接手撕巨頭 哇 再差一刀而已 但可以不要騎兵直接上前 點掉了一些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終於升好精銳 血量來到了50滴血 攻擊力非常高 但以攻擊速度來說 兩邊有點不分上下嗎 但我目前還是比較看好 飛鏢騎兵這邊的攻速 接著是比較快一點 這邊拉達 OK 飛到女獵手 再繼續往前 但城堡射飛到女獵手3很高 但駱駝兵一直往前 飛到女獵手這個拉達 看起來還可以 解掉了正面的駱駝 飛到女獵手 往前全部損失 掉了自己的所有數量 但是後方巨型投資機還在攻城 這波壓力給的有點太硬要了 瑪莉這邊損失了自己的所有的正面單位 緬甸這邊槍兵 留在繼續出 那緬甸這邊也可以考慮轉一些肉碼 緬甸的大肉碼其實也很好用 肉這麼多真的可以考慮轉一下 左邊再補一個城堡 這裡開始升級肉碼 一講完他就開始再升級了 飛到騎兵 死民打蛙手村民 飛到女獵手大量集火 外面想要直接 硬撲阿 這樣打不太OK喔 飛到騎兵 飛到女獵手打飛到騎兵其實很痛喔 哇飛到騎兵 速度量也是損失非常快速 但兩邊的血量都是掉的很快 飛鏢騎兵數量開始下降了 飛到擬獵獸也再繼續補了起來 但三方還沒有好 現在還不是瑪莉人的完全體 這一波飛鏢騎兵稍微打退了瑪莉的飛到擬獵獸 好 正宗城堡被他硬生生的修了回來 本來剛剛快要爆開了 就是我慢慢修了回來 好 這裡火炮要小心喔 如果剛剛走位失誤可能會損失掉這兩門火炮 好 這裡緬獵人大肉麻三級防三級攻點下去 大肉麻升級也OK了 當然還好飛到擬獵獸的單位設定是步兵單位 所以不太怕他這個銀貫科技的對工兵的增傷效果 所以瑪莉只要不出工兵喔 基本上他的肉麻就不會有特殊能力 這隻單純的三攻三防大肉麻 但也是很好用 好 往前這邊硬打大肉麻直接上前 抓掉後面的三台火炮嗎 火炮目前被抓掉了一門 但是火炮一個回頭反擊 打掉了非常多的飛鏢騎兵 正面的部分大肉麻也是全部倒地 原地的飛刀騎兵解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43隻飛鏢擬獵 這個飛刀擬獵手 飛刀跟飛鏢 這一把對局蠻有趣的 飛刀騎兵再次上前 想要應戰擋住飛刀擬獵手的傷害 飛刀擬獵手的數量實在是有點多 但這根城堡只要拿不下來的話 飛刀擬獵手也沒機會 因為飛刀擬獵手的血量太少 被城堡射其實數量會下降的非常快速 直接用飛刀獵手解掉後方的巨型投司機 馬力這時候轉出了一些肉麻也是上前應戰 但這邊肉麻還沒有點下金冠技術飄悍精神 所以現在打起來會有點不太給力 好但好消息是 後面城堡終於被馬力人給拿了下來 飛鏢騎兵這邊有點陷入苦戰 這邊金冠技術一好 自己的大肉麻就能打得贏對方的匈牙力先騎兵了 14攻對上的大肉麻只有11攻 攻擊力差3點 這樣肉麻如果也能貼到飛鏢騎兵的話 也可以打出沉盾傷害 飛鏢女獵手 飛到女獵手開始往前 飛鏢也在往前 想要去阻止這邊村民 蓋城堡 但這個城堡看起來是蓋定了 哇這飛刀女獵手數量太多了 42隻 還在繼續產 但馬力這邊的肉量已經見底了 緬甸這邊還有保存一些餘力 1400肉可以繼續產更多肉麻 但正面部隊來說已經沒有攻城能力了 緬甸這邊最好是要轉一些老頭 再加上印刷技術去招翔對方的火炮 才有可能會比較好攻城 不然這邊的火炮一直壓制 自己的飛鏢騎兵也有可能會被打到 會損失的很慘重 飛鏢騎兵再繼續往上 上高地做防守 飛鏢女獵手已經過來正面進攻了 哇 城鎮中心也是直接被手撕掉 飛刀女獵手打劍豬速度也是很快的喔 哇 拆超快 好 正面中受不了喔 想要來打分隊 正面肉麻進攻 但這裡面都是城堡 後方也是有城鎮中心 好 正面直接火炮上前想要直接打巨型頭刺 好 現在飛鏢女獵手現在到處打遊擊戰 保護自家領地 但對方的飛刀女獵手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後方到了馬繼續往前 好 前面飛鏢 後面飛鏢 後面飛鏢騎兵想要再繼續躺住嗎 但是這邊飛到努力手數量真的太多了 哇 這怎麼講 呵呵呵 補死九隻了 好 這邊撞城堡喔 好 數量下降就會非常快速 OK 肉麻還是有稍微打到一些村民 但瑪莉的肉麻也是回救得很快速 好 這邊大肉麻直接上前 想要用自己的肉麻攻速 包掉這一坨飛鏢 飛到女獵手 但是後面的飛鏢騎兵也是很往前 但左邊的火炮打了一發 直接打掉了一些飛鏢騎兵的傷害 哇 看來會不成軍 直接打出了 GG 哇 這一把一直把飛鏢跟飛刀一直講錯 兩個名字真的太像了 腦袋有點腫太過來了 好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應該是由緬甸人拿下一些木頭上的勝利 因為他有免費的這個木頭 經濟科技的關係 所以他的木頭產量會比較多一點 那瑪莉這邊主打的是飛刀女獵手 加上自己的肉麻跟駱駝路線 肉量跟黃金會比較多一點 也是正常 那明天這邊的肉量其實或許更多 38000 兩邊都打得很漂亮 但是後面有四聖物 讓瑪莉這邊除了生成金礦可以再繼續挖之外 你看打到這個時間點 還有五個人在挖金礦 這就是瑪莉的黃金 可以挖得更久一點的優勢 那後期四聖物 他就去出飛刀女獵手 對方到後期肯定會沒有金礦 遲到也是要打出GG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地獵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掰掰